台北股市在端午節過後 正式的看到22,000點了 我相信運通財經台的觀眾朋友們 你有鎖定Moral投顧 陳俊妍分析師G老師的節目 現在看到22,000點 你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因為我們早在5月底 就已經告訴大家了 520轉折過後 三個關鍵的漲幅 你有掌握住22,000點 你看到根本不會覺得意外 那個只是複製過去 外資針對台北股市的手法而已 那現在問題來了 看到22,000點按照慣例 台北股市這個時間點 還是讓你覺得賣壓沉重 切記上個禮拜的節目你有看 我們已經提醒大家了 這一段的行情一個關鍵 還是在於台積電先拉一個跳空大漲 所以台積電跳空大漲之後 會漲什麼股票 這個才是你現在要關注的重點 切記喔 這個都是過往 我們在節目上面已經提醒大家 尤其是上個禮拜 來 22,000點看到了台北股市 出現賣壓其實一點都不用太過於緊張 因為過往看到2萬點的時候 也是先有賣壓然後再過高 那看到2萬1千點的時候也是一樣 先有賣壓完震盪完之後再過高 這一波的行情從19,200點這樣子晶晶漲上來 都是在關鍵的心理關卡 有一個震盪的過程 然後後續在大家沒有防備的狀態下 又創一個歷史的新天價 所以現在大家你務必要知道 我們已經跟大家談一談 關鍵在於台積電的股性 你如果會掌握 上個禮拜四這個跳空大漲 899完之後 現在的台積電不管它漲貨跌 它就是跟過往一樣一個跳空大漲完 就是先做一個橫盤的震盪整理 橫盤的震盪整理 在跳空大漲完之後的台積電 已經是從去年下半年以來 不斷複製的一個屬性了 每一次跳空大漲完之後的台積電 它就是會震盪整理 來 所以我們已經告訴大家了 台積電震盪之後 你看到這樣的一個效果又出來了 什麼股票會漲嗎 所以上個禮拜的節目 大家你有鎖定 我們一直跟大家來強調 複製銀廣的模式 複製銀廣的模式 什麼是銀廣模式 銀廣是黃仁勳來台灣 這個過程第一波先拉起來 創新高而且連續漲停板的 AI機殼族群的領頭羊 那當然在黃仁勳離開台灣 他就開始從高點開始出現拉回 什麼叫做複製銀廣模式 你要掌握的是這一段 跟銀廣 AI股的領頭羊 來 銀廣在5月底 有一段創新高拉抬的走勢 這一段創新高拉抬的走勢 其實是第二波的主升段攻勢 這個第二波的主升段攻勢 就是第一個重點是要突破 第一段所留下來的這個高點 投資朋友 這個觀念我們已經在節目上 教學了一段時間了 你有加入我Lite 我在5月31號盤前 我們其實就已經把這個觀念 一直不斷告訴大家 現在會複製 第一段的高點成立之後 拉回來打底 打底的時候沒有帶量 當行情打完底之後 開始放量的時候 第二段的攻勢就出來了 切記來 這個就是我們在前兩個禮拜 不斷的在節目上 告訴大家的複製銀廣模式 今天旁邊上拉漲停的股票 說穿了啦 大概15檔左右 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跟上個禮拜台北股是創下一個 歷史新天價的時候 那個時候漲停板是有30幾檔 40幾檔差很多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把銀廣模式抓出來套進去 你會發現 現在還在拉漲停創新高的股票 來 順德 包含了 九鼎電力 包含了我相信說這個在我的 YouTube頻道粉絲都會非常熟悉的一檔股票 1617的榮心 這三檔的股票 你可以直接把它拉出來看 說穿了 複製銀廣模式是什麼 第一段的高點 在第一季的季底成立 進入4月份開始出現拉回打底 4、5月份拉回打底完 沿著法人的吃貨成本線 開始來醞釀第二段的公式 而外資會在這個第二段的公式 開始去加碼他的部位 加碼他的部位 股價會拉起來 主要是什麼 突破前波第一段的這個高點 在銀廣模式 已經從黃文勳來台灣之前 就開始在動作的狀態下 你可以發現 今天拉漲停板的股票 4588的九鼎電力 第一段 打底 吃貨成本 外資加碼第二段的公式 現在是什麼 瞄準第一波的高點 我相信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大家你把這個狀態 複製銀廣的模式 把它抓出來 你可以發現 今天拉漲停的順德 其實在6月份開始做接棒的 6月份以前 他也是在做一個法人的吃貨成本線橫盤打底完 然後外資帶起了成交量很放大 整個股價開始衝出一個主徵段的走勢 那當然啦 順德這檔股票是已經拉回 滿長打底一段時間了 那你如果說以前波高點來看的話 它是在去年的年底 那我希望說這個過程 大家你務必要知道 我們都是事先跟大家聊在前面的 講在前面 因為這一檔的試劑綱 我們在5月下旬 5月中旬那個時間 已經跟運通財經來的觀眾朋友 開始分享了 也是說那個時候 所謂複製銀廣的那個突破前高模式 我們在綠電族群政策概念股族群 是以9958四季鋼為例 像四季鋼來講的話 已經很明確的突破第一段的高點 那個外資的籌碼 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就是因為打完底部之後 外資的加碼動作 帶起了這一段的走勢 不管股價有沒有拉漲停 大家可以看得到 來 能夠在這個時間點 讓大家參與歷史新天價 讓大家參與2萬2千點 而且不受賣壓影響的股票 全數的都是在前面 複製銀廣那一種突破前高模式的股票 所以七七 投資朋友 很多的股票 我們是講在前面 你有鎖定我的LINE AT 包含了整個在我YouTube頻道的話 你會知道其實5月份 我們節目事先跟大家所聊的重點 非常的精彩 因為你可以發現 不管台北股市過2萬1 現在看到2萬2 這些股票的輪動 它一路一路的 是從5月一路的延伸到現在 已經6月過端午節了 接下來你要知道 6月除了端午節過後 你要知道投信的作帳 它會引來的本土內資的自營商 包含了原本就已經在跟單 開始在跟單的外資 開始去拉一些投信已經事先索馬的股票 所以你會發現 當5月份那一些只有外資在索馬的股票 現在來講的話都開始出現賣壓 而且非常的明確是從5月底 5月底最後那個禮拜開始出現 然後一直延伸到6月的 來 我的YouTube頻道的粉絲 都已經知道我的銀廣 銀廣是我5月份 會員的代表座之一 因為這個底部複製的模式 過前高的主升段模式 這一檔銀廣 我們的會員獲利超過8成 30張的持股 我的最高會員的持股是可以賺196萬 那現在我要告訴大家 這樣的模式複製 你只要抓得到 後續來講的話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那個股票你是要用追的 你只要掌握住6月上旬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整個行情不過還是 陸續要接近6月的中旬而已 端午節剛過 剛剛如果跟大家聊到的 這一檔的試劑鋼 那個時候245塊 股價是跌的 而且是Soway跟黑K 這個是運通財經台的一個截圖 節目的截圖 上面都有日期 當然你可以從運通財經台的 YouTube頻道自己去找 現在來講的話 那個試劑鋼掛牌新高 已經過300塊了 切記 這一個股票 它所帶起來的 是整個在於綠電族群 風電族群 乃至於智慧電網跟重電族群 這個我們在5月底的時候 再去跟大家來做提醒 所有運動財經台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我的會員訊息 早就已經公開亮出來了 210塊的成本 來 切記 你會發現 上個禮拜 黃仁勳董事長 離開台灣之前 接受媒體訪問 他講了一句話 來 台灣需要更多的電力 因為大家現在都關注 那個輝達 雖然是黃仁勳他們一整家人 都已經離開台灣了 不管他吃什麼小吃 現在最重要的是他擴大投資台灣 他的電腦中心 AI超級電腦的東西要放在哪裡 那你不管是放在哪個 那個縣市 最重要的是什麼 供電要沒有問題 來 這是從上個禮拜五開始 電力族群 陸陸續續的開始出現一個反攻的原因 那我相信我的YouTube頻道 1617的榮心 這個早就是我在YouTube頻道 這一邊放送的股票了 你加入我的Lite都知道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要你知道的是 我要你想的是 接下來下一波 跟電力族群一樣 會接棒的股票 在輝達 已經確認要擴大投資台灣了 好 哪些股票 他在下一次黃仁勳來台灣之前 他會先輪動一波 好 切記哦 來 榮心這一檔股票 是我們在端午節之前 就已經帶會員買進的一檔個股了 我相信剛剛你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複製銀廣模式 我們是從5月底 就開始來做提醒了 所以這一些會複製銀廣那一種 底部接棒的那一種形態的股票 不管什麼樣的會員等級 這一檔的 像這種評價股 本來就是我會員會介入的 我相信你只要搜尋 我的LINEID 小老鼠J78 YouTube頻道 你搜尋陳俊妍分析師 這一些股票 或者這一些的解析 你早在5月底 5月底的那一個禮拜 也就是端午節之前 你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思考的是我的LINE 小老鼠J78 會開始提供給大家的是什麼訊息 下一棒 會複製銀廣模式的股票 下一批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們會特別幫大家整理出來 當端午節過後 法人已經拉高吃貨 法人已經鎖滿了股票 這些股票來講都有一個屬性 投信鐵錠都已經在底部完成加碼動作了 來 老實朋友 我們剛有聊到 電力族群是因為黃仁勳在離開台灣之前 對媒體這一邊的訪問 直接講得很明白 電力的攻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他也預告了 年底之前他們還會來台灣再來一次 所以換句話講 現在這個時間點 電力相關的個股 不管是綠能也好 或者是重電族群也好 或者是乃至於智慧電網也好 換句話一直到年底之前 下一波或者是黃仁勳在第三季 再來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他一定都會有操作的空間 我要你知道說 當這種模式是跟 銀廣突破前高的模式 一模一樣的狀態下 你要知道已經拉起來電力族群 你是等到他突破前高 那哪一些股票 他是等著下一批在底部接棒 複製向電力族群 銀廣模式那樣子會突破前高的 我幫大家有去整理一份的資料 這一份的資料 無檔的股票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投信的祭底作帳 切記喔 我們上個禮拜先提醒大家囉 每年的這個時候 如果投信祭底要作帳 你買股票 你買作帳的股票 不能再下旬 等於說6月15號以前 來畫面上我幫大家整理了這五檔股票 你要先懂得來卡位 切記喔 這一份的資料 我會提供給運通財經台的觀眾朋友們 我先跟大家聊到 這一些的股票都會有一個股價的亮點 為什麼 投信選股它很重視基本面 投信選股很重視基本面 所以我們會針對第一個基本面條件 非常好的股票 甚至下半年展望 優於上半年的股票 投信已經在底部加碼吃貨的股票 我們一定幫大家挑出來 這五檔股票 還有一個共通的特色是什麼 不只是投信 也許外資自營商跟投信 是三支同步來做鎖碼的 另外還有什麼 下半年營收優於上半年的 另外三支索碼 還有什麼 它在接下來下半年的題材 是三個題材的 AI 5G 汽車電子 如果一檔股票有三個題材可以操作 請問一下 投信如果索碼的引來外資自營商來做更單 這檔股票後續會不會噴 我們已經跟大家聊到了 投信如果底部來做索碼 外資也來跟單 這一檔的股票下半年 下半年它的成長可以比上半年更好 那這一檔股票現在如果還沒突破前高 是不是一個好買點的機會 來 這個時間點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5月底在節目上告訴大家的 三個關鍵520的時間轉折 我們把那一個平均漲幅抓出來 我們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那個時候台北股是剛過2萬1千點 我們在節目上反覆提醒大家 那個根本不會是最高點 你今天看到2萬2千點 即便是有賣壓浮現出來 但是你可以發現那個賣壓是 鎖定在什麼地方 台積電之外 其他的今天航運股賣壓很重對不對 長榮 陽明原本很強的股票 今天殺了長黑 所以告訴你什麼 原本現在大家看起來 還有基本面的個股 來 你說陽明的基本面不好嗎 你上個禮拜在這一邊的時候 你聽到的消息 你會覺得陽明的基本面不好嗎 特別留意 你在上個禮拜聽到那個航運股的消息 你會覺得長榮的基本面不好嗎 我相信等到今天這一根長黑棒出來了 你才會知道說 整個行情在這一邊 來 台積電的跳空大漲 後面的震盪 它所帶出來的是資金流向 會陸續從大型股這一邊提款出來 流向那一些中小型股 而且投信已經完成索馬的股票 所以切記哦 不是那個賣壓出來 基本面就變不好囉 而是市場的資金現在在做流動哦 所以我們幫大家挑出來 五檔的基本面非常好的股票 而且這一些股票都還在底部區 來這一份資料 我們會在技術面這一邊幫大家 把它的強勢整理格局的股價 也就是說底部相對的位置 那個股價我幫大家整理出來 冰東財經台的觀眾朋友 你可以在整個接下來廣告的時間 手機拿出來搜尋 小老鼠J178這個LINEID 我們會在2點以前 盤後2點以前 針對你留言123 因為這個通關密語 你只要留言我就會知道 是運通財經台 看這一集節目新加入的粉絲 切記哦 運通財經台新加入 也就是說你過去沒有加過 小老鼠J178這個LINEID的投資朋友 我們今天會針對端午節過後 法人已經鎖馬的持股 我們整理出精選的五檔 五檔的股票 我希望你透過運通財經台 這一個節目 留言123 新加入的粉絲 你過去已經有加入 有拿過資料的 我們就不會再開放給你了 新加入沒有加入過我LINEID的 小老鼠J178的觀眾朋友 好好把握住這個機會 馬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馬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馬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馬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馬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馬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飆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同志朋友 今天台北股市創下歷史新天價 這一個禮拜也就是端午節過後 重新在一個新的時間的轉折 他所欲亮的是下一波新的行情 切記哦 來 最近開始發動的電力族群 我相信都是在於6月6號 上個禮拜四晚間的新聞 因為黃仁勳要離開台灣之前 直接跟大家講了 那個輝達在台灣投資的話 他必須要更多的電力 所以帶齊的電力族群 在上個禮拜五開始一段的發動 我相信電力族群的接棒 你是運通財經台的觀眾朋友 我們早在6月4號 比這個新聞放送之前提早2天的節目 我們就已經跟大家一一來做點名了 除了世紀綱我們已經驗證過之外 你是觀眾朋友 有鎖定陳俊妍分析師 你都會知道世紀綱 我們跟大家聊了半個月左右的時間了 他一路一路的在創新高 現在開始發動了 也就是說在黃仁勳離開台灣 接受訪問之前 我們提早點名的電力股 這個畫面是運通財經台 我們的節目上一個重要的截圖 我相信這一個教學包含了突破銀廣 複製銀廣突破前高的模式 我們早就交過了 上個禮拜的節目大家都可以去追尋 我的YouTube頻道你只要有看 這個都是已經放送給大家的 來 我相信這個時間點大家你務必要知道 這些的股票 我們絕對是事先就跟大家來做提醒了 來 合績是上個禮拜五放端午節之前 拉出第一根漲停板的股票 今天持續向上來做墊高 後續會發生什麼事情 要做什麼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 這一邊打底的時候沒有量 開始接棒的時候 開始加溫放量 我相信非常非常的清楚 這個時間點我希望就是說 大家也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 我們也是在五月底 給運通財經台觀眾朋友的 一檔洪跡關係股 當時候也是一樣沒有突破前高 這一個禮拜又持續創新高了 外資加碼的動作非常的明顯 我相信你只要看運通 加我的Lite小老鼠J78 鎮華電你都會知道 它是那一個鴻基集團 擴大去投資布局綠電 布局AI供應鏈 其中的一檔股票 所以這一檔股票 我帶會員第一波第二波的部署完 這個禮拜也已經開始豐收了 我相信就說這個 這個對比圖 我給你的這一檔 蓋牌的K線圖 那個時候 這一檔的鎮華電鴻基概念股 鴻基關係股 還沒突破前高 最近來講的話 已經是連漲三個禮拜了 我相信你有跟上 我們部署的運通觀眾們 你現在是豐收的時間 你現在是豐收的時間 包括了核基 我相信我們也在節目上跟他預告 你有跟進我的操作 我的新會員在買的時候 6月1號 6月3號禮拜一 整個在6月份第一天 你有跟進的話 現在你準備要進行豐收了 來 不是只有這些股票 不會只有這一些股票 接下來除了電力股之外 當然我相信你是已經追蹤 我YouTube頻道的觀眾朋友 你都會知道 電力股我們早就已經提前預告 我的會員部署哪些股票 你都可以從我YouTube頻道裡面去找 來 現在運動的觀眾朋友 你的關鍵是在於五檔 現在法人已經鎖馬的股票 而且端午節過後 我幫大家把它抓出來 這一份的資料 五檔的法人鎖馬股 它是在針對端午節之後 台北股市的行情 如果你想賺 最後的時間 先搜尋小老鼠LINE 小老鼠J178這個LINEID 加為好友之後 留言123 讓我知道你是運通財經台 新加入的粉絲 這一份的資料 免費的來放送 好好把握這個禮拜的機會 謝謝各位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